郭文貴先生 有没有这样的状况 要在这些已经确定的提单当中 有没有这种是你三克毛鱼 好够力才是他的对象 谢谢 第一个 内阁组成有没有慢 我想 应该是恰到好处吧 不必那么急 很多人选 我想 我自己觉得 找人是很重要 很审慎的 所以我们会 很多人选 我们都会 思考 同时呢 我们也会讨论 这个找人也不是 一个人坐在家里面去想 应该是要有 有一群人帮忙一起来 一起来讨论 所以这个当然会花点时间 那么有关的这个 其他的部会人选 目前也不是没有谈定 有很多也已经谈定 但是 虽然是讲谈定 但是或者说有些已经想定 还没有去征询 主要原因是因为 就我讲没有每个某个人是非某个工作不可 有的时候是人是可以摆这边摆另外一边 那么而且要考虑到协调等等其他各部会之间协调他们的熟视度等等 所以我们希望也一个领域一个领域来公布为原则 原则意思也就是说比如讲说财经的可能彼此相关的我们就会一次来公布 那么科技的如果彼此相关我们会一次来公布 我们尽量是把相关的部分来放在一起来考虑就是因为相关的部会将来彼此要互相协调 那么这是因为这是为什么我们会比较慢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即使已经有一些理想人选 或者是有一些已经谈了人选 但是呢因为其他几个相关的部分还没有完全确定的时候我们不便于一次来公布 因为这里面还有可能再调整的空间也不一定 那么但是我已经讲过嘛 就按照为什么说我们不会慢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希望内阁的组成是在4月20号前后能够大致完成 大致完成意思也就是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个我们都能每一个部会都找到理想 但是应该大致上都能找到了 找到之后呢我们就要有一个月时间呢需要跟阁员们 就是未来的阁员能够有一个互相的熟视 而且呢要把未来我们的主要的政界呢能够互相讨论 在这一个月时间呢大家在建立很多应该有的共识 同时呢我们认为做个政务官特别是部会首长 有很多东西呢必须要能够有一些了解 那么这些部分都比如我想必须来 比如讲说跟媒体的互动就是需要了解的 那么跟国会的互动也是必须要了解的 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都需要有一段时间来互相的 跟大家能够有互相的共同切磋的机会 所以我们会有留一个月的时间 这是为什么我们希望4月20号之前能够把那个大致决定的原因 那一个月时间呢我们可以找时间来 不是每天的但找时间来 大家公寓之后有空的话呢就可以来一起来讨论互相熟视 那么有关的政策需要协调部分呢 甚至于520之后要如何工作需要急迫需要上手事情呢 那么也可以在这一个月时间呢能够做一些大家做一些准备 那么同时呢对各部会需要去了解各部会是目前实际业务的时候 也有一个月时间可以去进入状况 如果他通常我们找来通常对这些业务对已经有相当的概念 或已经相当了解 但细节部分也不见了解 比如讲说我离开财政部这么多年的 我当然不可能对财政部现状还了解嘛 所以我们也需要去了解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这一个时间是做这个工作 所以按照我的这个进度 就是在4月20号之前 我们只要把那个大致上能够组成 那么就不算晚 所以按照这样来看 我们应该还有 我刚刚讲吧 还有两个礼拜时间去陆陆续续公布后面的人事 所以我想我不能说每一个阁员到时候都会在520之前都公布 因为还有一个月时间 如果真的需要调整还可以再调整 但大致上我讲90%或90以上的人选 希望能够在那时候都能够确定 同时跟各位做个说明 所以我想下个礼拜六 下礼拜六之前我们会有第二波人事再跟各位来做个说明 好不好 院长好凤凰卫视严家路 我想请问其实今天公布的8名准内阁格员里头有7名 其实不令人意外啦 因为之前大家都知道 那但是其中就是发言人同政员的部分 我相信刚刚您在宣布的时候台下的一些讨论声音 您应该有听到想请问找童教授来当发言人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之前其实比较着重的部分都是在两岸还有跟大陆方面的互动 那他也跟谢院长曾经去过香港 那还有就是他接下来 因为他现在还在博客来当客座教授 好像会到7月 所以这表示他会提前回来吗 谢谢 第一个童教授他在政府部门也待过 所以对政府的运作非常熟悉 第二个他这个也跟媒体有过去有很好的一些人脉和互动 所以我们认为他的在表达各方面都非常不错 这是我们找他的原因 那么至于他这个 他回来时间 我们也跟他讲过 他大概应该是 我刚讲好像4月12号还是12号 就会回到台湾来 所以我只有 我们是透过岳阳的方式有跟他沟通 那么他也接受这个任命 同时呢 我们也跟他讲说今天就会宣布 让他有心理准备 他也说他已经准备好了 就这样子 好不好 院长你好 中天林家元 想跟你提问一下 就是明天的时候就是会有 您跟江山正会见面了 那今天底定的一些相关人士 是不是这些就是对口 可以马上跟大家做一个深度交接 那还有包括您跟他常被媒体来做比照 因为本身包括眷村或者是说外省第二代 然后或者是说你们以前都是在业界服务过 所以您自己怎么看这个张向正这个人 然后你明天跟他的话大概会讨论什么样的议题 我想明天的会面 我想是第一个从礼貌上来看 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个碰面 也是应该的 那么从业务上来看 如果真的有需要去沟通的部分 也趁这个机会可以来做个沟通 所以这个部分 我知道是张院长在当时是回答 他外界有提问的时候 他也这样提出来 那么后来跟我通电话的时候 我也跟他讲说我很乐意 所以我们就做这个安排 那当时也是基于对现任总统 和总统当选人的尊重 我们说等到这个 就是马总统跟我们蔡英文蔡准总统 会面之后 我们再来安排 所以这是为什么会安排在明天的原因 至于张院长 我个人我对他 我想我是认为他应该在我感觉上 是一个非常算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 那么他的工作 外界都都有一些很好的评语 所以我很乐意跟他碰面 也很期待 我们会有一个很愉快的交谈 当然业务方面部分 交接部分 交接部分不应该是完全是碰面的重点 但是有关交接方面的一些 目前是遭遇到一些困惑 或者是一些困扰 当然我们可以在这个中间 来做一些意见的交换 但是这样子好不好 院长我是台市李贯志 想跟你请教一下 就是一样也是明天跟张院长的会面 我就说会不会有一些深度的对谈 包括其实最近这个经济部条件电价 然后甚至是那个劳动部 他宣布说那个劳工不会有这个七天的这个国定假日 那对于这种相关政策 以及您未来所要推动的这些政策 有没有一些明天打算跟张院长做沟通 或者是您接下来要怎么处理这样 我想我们都很乐意做各方面的沟通 就是只要目前张院长或者是行政院觉得需要跟我们这个就是未来的这个政府需要在交接上或未来政策上需要沟通 或者是觉得需要让这个交接工作变得更顺利的部分 我们都很乐意来这个看看有没有可以再改善的空间 至于你刚提到的两个例子部分 我觉得劳工七天价问题这是立法院的一些看法嘛 那么当然背后反映的是一些社会上的一些对这个劳工这个权益的部分的一些一些观点 那么行政院大约有行政院的这个看法 我们对双方看法都都了解 那么如果这个问题520之前不能够解决的话 520之后我想新政府也会也要去面对去做一个 做一个希望能够做一个最妥事的解决 至于电价的部分 这个部分就牵到交接上比较 确实是交接上看到交接上的一些问题来 就是这个事情我刚才也提到过 我觉得外界媒体好像对张景深政委员这个去协调电价是认为他有越权 这部分我觉得其实这是凸显交接的一些问题来 就说张景深张政委员他是他是有鉴于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知道当时我们定这个电价公司的时候 其实应该是没有预料到这个油电价格会跌到这个地步 所以造成电价这个按照公司计算会跌到 会跌到这个地步了 那么电价下跌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以油电价格这样波动来看 未来有可能会会因为油电价格在回到在大涨的时候 电价会急涨 所以就会变成这个公司没有办 就会让这个电价变成一个急跌急涨的现象 那急跌急涨在物价上来看是不利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学经济学都知道 物价有一个向下调整的僵固性 所以向下调整的僵固性就是成本上升的时候它会上升 成本下跌的时候它不会下跌 所以如果电价上市电价调涨的时候造成物价上升 结果跌下来的时候物价是不会充分反应下跌的 可能下次电价再 如果再因为油电价格大涨再大涨的时候 物价要再上一次 这个对社会来看是一番痛苦 所以张景森政委员他来跟我讲说 他希望这个电价的调整能够缓溢 缓溢自己的就是说 能不能我们来看看这个电价公司 有没有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调整方式 让这个问题能够不要说是 在急跌的时候如果说是能够稳定一下 那么他这个就是因为没有充分反应成本 所以增加盈余可以在急涨的时候能够避免这个物价扩涨 也不要涨得太快 其实他是需要建立这样一个类似凭准基金的这样一个想法 去看这个电价公司的问题 所以他这样跟我讲的时候 我说可以啊你去协调 协调其实我本来是认为说应该透过立法院协调 我没想到他这么勇于认识了 他就跑去找经济部协调 那么当然他经济部协调 经济部一直开始给他是很好的善意 经济部说这个可以啊 大家来看看怎么跟立法院商量 后来到了立法院商量的时候呢 经济部的同仁就说 这个可能信济部不能做主 主一定要修改法规 就要修改法规才行 一要立法院决议 不然经济部不能负责 同仁给这个大概经济部长这个意见 那后来才会到说 再看立法院怎么处理 那这个事情我觉得经济部一开始 也释出了双方 就是整个交接的一个合作嘛 就没想到忽然报纸上就登出来说 这样隐程月全 然后行政院就忽然说店家障定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的问题出在 如果真的要 行政院如果真的是越权的话 应该在张景生跟经济部接触 第一时间就应该来问我们 这个是不是有没有代表 这个我们新政府的意见嘛 但是并没有来问我们 反正在媒体上出了这个时候 马上就说店家张力 店家张力也没问我们 所以可见 假设双方真的是对这个政策 有一个共同的共识 应该是互相做来看看 这个政策的缺点是没有铺陈 没有铺陈 就是没有跟社会大众做充分的沟通 而且电价公司调整 是在4月1号已经很晚了 根本来不及做铺陈 所以加上行政院立场 忽然变这样子 那我们就只好 就这个事情就跟张力晨讲说 你不必再处理这个事情了 那么这个过程是这样 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呢 其实它是好意的 因为它是为了让电价调整的 不要伤害到物价 同时让电价调整能够合理化 认为当时公司是没有料到油电价会跌这么快造成的 但是这里也凸显到就确实是交接工作中间是有一些双边之间的沟通上 或者说之间在协调这事情上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充分沟通的问题 但我今天来讲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它不是各位想的 就是说是很糊里糊涂去做这个事情 它是动机是良善的 只是在处理的时候 他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会有这么复杂的这个状况会发生 那么当然这个复杂状况如果说是交接好的话 我想也许不会发生 会从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来处理 对社会应该是有帮助的 那么如果可能的话 我们以后应该尽量避免在交接上发生这些问题 当然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学到教训 就是在处理问题上我们要尽量的还是要尽量谨慎一点 而且是注意到这个交接窗口的沟通问题 刚刚凤凰有一个题目那个同政员 就是同政员他主要是两岸 那是不是选择他来 是因为未来政府在跟大陆会有很多敏感议题 所以选择他来发言的时候会有特别好处 然后另外一个 就有关于长照局之前有丢 那不晓得现在这个长照局的想法 还有他的裁员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比较尷尬 就是说您刚刚一段 你问太多了我们可不可以 查续再来问好不好 就这两个可以了吗 不然我的记忆力不好 最后一个 就是说您就是说 刚刚你不断重申说 他们必须来告诉你们 他们必须来告诉你们 可是在这个关系上面 如果他应该如果经济部应该来告诉你们说 他是不是 张景森是不是应该是代表你们的 或是来告诉你们说 这东西是不是合理 那是不是就代表越权了 谁越权 我这样子这样讲 不是说他们应该就说 如果说他认为张景森越权的话 我认为他应该可以到这边来 跟我确认张景森有没有确议 其实是事实上经济部在第一时间 是对张景森的建议是赞成的 而且是跟他一起去 找内部协调之后一起去到立法院去的 你知道我意思 所以经济部在第一时间 跟张景森政委员之间的沟通 是彼此是正面的 是接受张景森的看法 同时愿意一起来处理的 只是媒体出光之后 刑事院是把他叫停 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的共同是有 协调是有问题的 主要原因在这个地方 这样你听出我意思 我并没有批评刑事院 或批评他们应该做什么事情 我说从这个协调的这个过程之间 可以看出来 如果真的是认为越权的话呢 是可以来这边查证吧 因为他也是我们的这个 其实都是大家知道 他是我们的这个团队的一份子 只是说他去跟经济部沟通 如果他们有怀疑的话 可以到这边来查证 而他们并没有怀疑 他们经济部也跟他合作了 合作到一半 媒体曝光之后就变成越权 或者媒体说他越权之后 就变成店家要涨定了 这个沟通就不算数了 这个是让我想对他来看 不见得公平的 当然这也是我们交接上的一个问题 我们应该以后来注意避免了 至于你提到的前面两个问题 我已经不记得了 你从政员对不对 长造局从政员好 从政员有没有两岸用计 我觉得这个想法过滤了 这个是你提醒我 他还有这个功能 不过我应该这样来讲 我们很期待跟两岸之间 有一个很好的互动 我们也期待未来政府 在两岸之间能够 尽量能够跟对岸维持一个 尽量去改善关系的这样一个态度 不过这个部分都是基于双方之间的善意 那我只能说 从行政员来看 我们认为两岸的良性互动 是对台湾以及对双方都是有互赢的做好的 那么但是童先生的工作跟这个是没有关系 因为童先生工作是要跟媒体互动 不是跟两岸互动 那么是要跟社会大众互动 要跟社会大众更能够了解政府的 行政院的一些施政的一些想法 当然这个工作也不能够丢 都丢给童先生一个人 所以应该是所有的政务官 都需要跟社会大众互动 但是呢 行政院代表行政院在发言的 是因为他就代表他在这方面 他要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 这个沟通者嘛 沟通窗口 所以我们是看重他在这方面有特色 有能力 我们才请他来帮忙 好 第三个长照局 我应该这样来讲 就是未来的长照推动是 是如果要大规模来做 是需要有一个机构来负责 就像我们的健保 需要一个机构叫健保局一样 所以才会有所谓长照局的 这样一个外界这样一个讲法 但是呢 其实我们本意上 并没有说我一定要成立长照局 而是说我们需要一个机构 这个机构也许叫做长照局 也许叫做 也许是一开始出去不用那么多人 也许可以请健保局一起来处理 那就健保局已经有一个基金嘛 就是医疗保险嘛 那医疗跟长照 长照也是另外一种一种基金嘛 也是特种基金嘛 所以而且长照跟医疗有一些跨领域的工作重叠问题 所以说不定可以在不增加机构的情况下去让健保 健保署了去来处理也不一定 或者是有一个或者别的署 就是其他的署来处理 所以这个部分呢 是他会有个主要的负责机构 至于这个机构是不是叫长照局不重要 但是会有一个主要的负责机构 这是我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那长照局是外界的解读 不是代表未来是一定是如此 那这个未来是怎么做呢 要等到520之后 这个新的部长评估了这个新的工作 未来推动的时间 才会有一个具体的想法 会跟各位大众来说说明 好不好 但是一定会有个主要机构 否则没有主要负责机构 是这个业务推动不了的 感谢观看